接下来呢,来和各位一起看一下这一套真题的listening部分 那么listening呢,再一次来提醒各位,改革之后是分为,我们把它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short conversation,短对话 第二个呢,其实是一个长对话和文章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呢,把它归结到一块,叫做长语料 第三部分呢,是一个dictation,听写的部分 那么每一部分呢,听过我之前的真题讲解课的同学应该都清楚了 每一部分,它的一些答题的技巧,答题的方法其实是有所不同的 那么我们还是以这一套真题为例一起来跟大家回顾一下 每一种这个提醒,它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比较好的答题的方法,答题的技巧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来看到短对话部分 那么这一次的短对话呢,其实大家会发现啊,还是逃不过我们所说的这么几个技巧 那么其中还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则啊 这边看到了,叫做答语原则 那么什么是答语原则啊,再一次来跟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说我们一般听对话就是A说一句话,B说一句话,然后给出一个question 那么我们的这个question,我们要所找的这个答案呢 通常是从这个B说的话当中去找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答语原则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大家一上来啊,对这个A说的话没怎么听明白 这个时候你也千万不要去放弃这个答案 你说不定啊,我们只要把B说的话把它给搞清楚了 或者说看一下这个选项当中哪个选项是跟B说的话 这个非常接近的是一个同一替换的结构 那么它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要选的这个正确答案 那么我们就以这一套真题为例来给大家看两个例子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第一题啊,第一题 那么第一题一上来啊,可能会出现一些词 大家不是很熟悉的,比方这个tennis racket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好,那么大家不要着急 我刚刚说了这道题目我们可以用这个答语原则来解决 对吧,好,那么我们来试一下啊 如果说你对这个前面一个人说的话不是很清楚的话 注意把你的注意力放到第二个人说的这个话上 说不定也能把这道题目作对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道题的音频 Part 2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Section A Directions In this section, you will hear eight short conversations and two long conversations At the end of each conversation, one or more questions will be asked about what was said Both the conversation and the questions will be spoken only once After each question, there will be a pause During the pause, you must read the four choices marked A, B, C, and D And decide which is the best answer Then mark the corresponding letter on answer sheet 1 With a single line through the center Now, let's begin with the eight short conversations Question 1 Before we play again, I'm going to buy a good tennis racket Your shoes aren't in a very good shape either Question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好,来看一下 根据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答语原则 大家有没听出来啊 我们这边只给大家看一下后面这个woman她说的话 她说的是啊 Your shoes aren't in a very good shape either 好,那么仅仅根据这句话 我们是不是就能把这道题目选出来呢 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当然,这边需要大家对这个短语啊 非常的理解 什么叫做not in a very good shape 就是说你的这个鞋怎么样 你的这个鞋子也不行了,对吧 你必须要去换一双鞋了 所以说这道题目的答案应该就是啊 Boy, the man should get a pair of new shoes 这是这道题目的答案 那么另外啊,解之道题目的时候 再次提醒一下各位 我们说这个短对话 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叫做所听非所得 也就是说经常会大家听到这么一个短语啊 或者这么一个单词 是跟我们的这个选项当中的某一个选项啊 它有重叠的部分 那么往往这个选项 我们就要把它判为死刑 不能去选这个选项 比方说大家这边看到的这个A选项 一选项说的是 The man's tennis racket is good enough 那么这个tennis racket 是不是我们刚刚 这个对话当中一模一样呈现出来的 那么往往这种选项呢 就是不能选的 好,那么刚刚他说的是这个什么 他说 我想要怎么样 重新去买一副网球拍了 对吧 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这边出现的这个shape 很多同学可能听到这个 Not in a very good shape 然后一下子眼睛里就只看到这个shape这个词了 那么提醒大家 这个往往是一个错误的选项 好,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题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好,第六题 第六题呢 同样 这道题目也可以根据我们的答语原则来做 那么我们快速的浏览一下这道题目 这道题目大概是出现了两个人物吧 一个就是这个John 一个是She 好,那么 不多做提醒了 大家一定会把重点放在什么 放在这个女生说的话上 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道题目的音频 听完这一道题目 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 它跟我们刚刚做的这个第一题 是非常之相似的 除了运用我们的答语原则之外 大家还可以运用一个原则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所听非所得 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运用这个答语原则 重复一下 刚刚说了 把重点要放在这个女士说的话上 她说的是 He is a notorious guy in many girls' eyes 好,那么这边 可能会有一个单词 对大家造成一定的障碍 那么没关系 她还有另外一句话呢 说的是 I'm sick of hearing his name 这个sick这个词的感情色彩 大家应该都理解了吧 她肯定是一个negative的感情色彩 对吧 说我听到她的名字 我就恶心了 好,所以说她的言下之意 应该是 A,she does not like John at all 她一点都不喜欢 John这个人 好,那么我们再一次来运用一下 刚刚我所说的 所听非所得的这个原则 所听非所得就是 一开始这个男的说 说John怎么样 他是非常的handsome 然后他又非常的wealthy 你看一下 这边出现了handsome的 这一个选项 另外呢说 Believe it or not 什么 He is still a bachelor 好,那么这边 同样出现了一个bachelor 那么当然啊 大家应该明白的是 这两个bachelor 它的含义是不同的啊 刚刚说的这个 He is still a bachelor 指的是 他还是一个单身汉 对吧 他还是单身 但这边呢 到这边他的意思 就完全变调了 说的是 John has just got a bachelor's degree 这也是bachelor 这个词带叫 非常熟悉的 他的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啊 这个刚刚说的 单身汉 另外一个呢 就是啊 学士 对吧 他说这边搞到 这个学士学位的 这一层含义 所以说 这两个选项 也是我们要排除掉的选项 好,那么我们再回过头 来看一下 这个notorious 这个词 这个词大家不妨 积累一下 这个词表示的是 生命狼藉的 和我们这个famous 正好是一组反译词 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第六题 运用我们的答语原则 以及可以结合 我们所听非所得的 这个答题的技巧啊 来解题 好,那我们刚刚所说的 这个所听非所得的原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 非常典型的例子 在这一套真题当中出现的 我们看到第七题 第七题大家呢 简单的快速的浏览一下 可以判定一下 这道题目 它可能是跟什么有关的 我们看到 这边的accident 以及这边的这个traffic jam 包括上面的什么 bumping along for hours 它可能是跟什么 可能是跟这样子的一个 交通相关的 可能跟这个 堵车 跟这个事故 这个相关的 一道题目 那么我们来利用一下 我刚刚说的 这个所听非所得的原则 大家来一起来 听一下这道题目的音频 那么其实这道题目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非常之多的干扰项 其实呢这些选项 它也是一个断章取义的选项 所以是坚决不能选的 那么我们一起来 跟大家放一下 这个文本信息啊 它是怎么说的 它说 Cars have longed up bumper to bumper OK 听到这儿 大家对这个端语 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熟悉 bumper to bumper 但是根据我们 刚刚所说的 所听非所得的原则 我们一下子看到了 哪个选项 看到了 A He has been bumping along for hours 那么 当然这个词 跟这个bumper to bumper 它还是有点差别的 但是我们大概也能判定一下 这是不能选的 好 接下来看 And I've been held up on the expressway for an entire hour OK 好 再来看一下 回答 Really It must be a pain in the neck OK 听到这儿 A pain in the neck 那么相信大家 对这样子的一个表达 应该也是 能够猜出来了 它一定是跟我们的这个脖子 没有什么关系的吧 所以说这边的boy 这边也是我们要 排除掉的一个选项 好 接下来看 But be patient Anyway you can do nothing But wait OK 好 那么刚刚 我来提醒大家 这个neck 跟这个neck相关的 同样 它跟accident 也没有什么关系 它最终说的是什么 它说 你要耐心一点 你要去等 所以我们到这边 我们就应该能判定出来 这道题目的答案 应该是选 Dog He is trapped in a terrible traffic jam 其实到最后 还是说的这个 堵车塞车的问题 那么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个bumper to bumper 这个短缘 它表示的是车辆 一辆挨着一辆 一辆接着一辆 这个意思 表达的是这个堵车的问题 所以说 这道题目利用我们的 所听 非所得的原则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D选项 给选出来 尽管你可能对一些 这个端语的表达 不是非常的熟悉 我们还是一样能够来选出 这个正确答案的 好 那么 大家再次来体会一下 我们这个 所说的短对话当中的 所听 非所得的 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答题的技巧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这一套真题当中 另外出现了 有两种 也是我们四六级 听力考试当中 会时不时出现的 这两种短对话当中 听力题型 一个叫做场景推断题 也就是说 你要判定一下 这段conversation 它是发生在 什么样子的场合当中 那么比较典型的 就是这边的第四题 那么当然这四个 像这种场景推断题呢 它的这个选项 题杆一定都是非常之短的 那么再提醒大家 听这个场景推断题的时候 其实我之前 之前的这个真题讲解 也跟大家分析过 听这样子一个场景推断题 你主要是要去抓什么 你不一定要把它 完全的听明白 如果说 大家还没有达到 这样子的一个水平的话 你可以去抓其中 一些非常小的词 同样可以把这个场景推断题 把它给做准确了 好 那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一道真题 好 相信大部分的同学 在听刚刚这一段对话的过程当中 应该能够听出来 我刚刚所说 你要抓的这两个关键的小词 分别是什么 一个叫做 什么 C OK Sick 什么是C-sick 暈船 对吧 好 那么 除了抓这个词之外 后面还有一个词 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提示 叫做 Shore S-H-O-R-E Shore 就是啊 岸边 说 涉及到这个 C-sick 然后涉及到这个 Shore的话 大家一下子就能判定出来的吧 大家应该是 Sea in the boat 他们在船上嘛 在讨论这个 暈船的问题 他们说你上岸之后 就会好了 好 这就是这一道场景推断题 再一次来体会一下啊 记得抓住这样子的一些 非常小的词 来解这一类型的题目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 这 这次的这个真题当中 还出现了一个时间题啊 数字题 那么 我知道很多同学啊 对这个数字题是比较怕的 好 那么 我们做的时候啊 这种题 其实它没有什么捷径可言 如果大家对这个数字 这一块比较薄的话 你只能去多做 这个数字方面的练习啊 磨一磨自己的耳朵 好 那我们来磨一下这道题目啊 来听一下这个第五题 好 刚刚出现了好几个数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后绕出来啊 好 好 那我这边再给大家来重复一遍 看看 我们再把 再来整理一下 说 I wonder what's happened to our train 好 那么肯定是火车晚店的问题 It should have been here twenty minutes ago 好 这边首先出现了一个数字是啊 twenty minutes 好 二十 According to the timetable but it's already 9.30 好 现在已经是多少 九点半了 对吧 好 但是实际上 我们的这班车 应该是几点到 应该是二十分钟前的 所以我们这班车 应该是 九点十分到 对吧 好 这应该是 正常的一个时间 但是 好 下面一句话 There's no need to get nervous The announcement says It's forty minutes late 所以说 它要晚点多少 它要晚点四十分钟 对吧 好 所以说 问题来了 问题就是问你 When is the train arriving 那么这火车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呢 那么加起来 最终的答案应该是 九点五十 OK 这是这一道数字题 那么提醒各位 对数字这方面 比较薄的话 一定要去磨一磨 自己的耳朵 找一些练习 来熟悉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到 这个长预料的部分 那么长预料啊 大家会发现 这边的一个原则 跟我们的这个短对话 只相差了一个字 但是它们有天差地别 叫做所听 极所得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你听到什么 然后你去对应 这选项当中 去看一下 扫一下 跟我们的这个 选项跟原文 最最契合的 或者说一模一样 呈现的 那一个选项 就是我们要找的 正确选项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长预料嘛 它的这个长度 肯定是比我们的 短对话部分 要来的长的 因此它的难度 也是有所上升的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它再搞一些 特别大的花样的话 对大家来说 也是比较的 这个困难的 所以它这边 是比较贴心的 实际上是 那么我们记住 这一个原则 叫做所听即所得 来看一下 这一道真题 那么首先 这一道真题 大家一下子 扫到的时候 肯定会觉得 Oh my god 这个选项 太长了 对吧 好 那么 还是提醒一下 各位 解这种题目 同样没有捷径 它实际上 是考察了一个 我们叫做 事实细节题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去听 这个录音材料的时候 你的眼睛要能够 正好扫到 其中某一个选项 跟我们的这个原文 所契合的那个部分 那么这就是我们 要选出的一个 正确的选项 其实它是非常考大家 一个叫做 而言而并用的 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那么我们不妨 就拿这道题目为例 一起来练习一下 这一道真题 记住了 所听既所得 Section B Directions In this section you will hear three short passages At the end of each passage you will hear some questions Both the passage and the questions will be spoken only once After you hear a question you must choose the best answer from the four choices marked A, B, C, and D Then mark the corresponding letter on answer sheet one with a single line through the center Passage one Many foreign students are attracted not only to the academic programs at a particular U.S. college but also to the larger community which affords the chance to soak up the surrounding culture Few foreign universities put much emphasis on the cozy communal life that characterizes American campuses from clubs and sports teams to student publications and drama societies The campus and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have become identical in people's minds says Brown University President Vartan Gregorian In America it is assumed that a student's daily life is as important as his learning experience Foreign students also come in search of choices America's menu of options research universities state institutions private liberal arts schools community colleges religious institutions military academies is unrivaled In Europe says history professor Jonathan Steinberg who has taught at both Harvard and Cambridge there is one system and that is it While student overseas usually must demonstrate expertise in a specific field whether law or philosophy or chemistry most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sist that students sample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before choosing a field of concentration such opposing philosophies grow out of different traditions and power structures in Europe and Japan universities are answerable only to a ministry of education which sets academic standards and distributes money while centralization ensures that all students are equipped with roughly the same resources and perform at roughly the same level it also discourages experimentation when they make mistakes they make big ones says Robert Rosenzweig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ey set a system in wrong directions and it's like steering a supertanker questions 16 to 19 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16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characterizes American campuses question 17 what does Brown University president Vartan Gregorian say about students daily life question 18 in what way is the United States unrivaled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 question 19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universities in Europe and Japan 好 那么 长预料部分 这个第一篇文章呢 实际上 大家会发现 它还不是很难的吧 比较的容易 虽然它的选项 看上去比较吓人 比较的长 我刚刚说了 利用这个 所听其所得的原则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扫到啊 其实这道题目 基本上是跟原文 一模一样的重现 那么比方说 我们一道一道题目 来给大家复述一遍啊 16题 它是这么说的 它说 好 那么听到这儿 我们已经找到 这道题目的答案了 就是 A Cosy communal life that characterizes American campuses from clubs and sports teams to student publications and drama societies 因为它最终的问题啊 逃不出这个选项了 它问的是什么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characterizes American campuses 因此答案就是 A 跟其他的这个选项 根本就没有出现了 好 那么17题 同样的 17题是这样子说的 The campus and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have become identical in people's minds says Brown University President Varton Gregorian In America it is assumed that a student's daily life is as important as his learning experience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跟我们的C 这个选项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好 那么问题是 What does Brown University President 这个人 say about students' daily life 就是我们这边的 C选项 同样的道理 18题 还是非常的简单 America's menu of options 好 然后后面 有一大船 穿is unrivaled 好 那么这边的重点 就是这边的option 对不对 好 那么前面出现的 这个menu 这个字大家也非常的熟悉 它的原因是菜单 那么想到菜单 我们就会想到什么 种类繁多 所以说是numerous 无数的这个选择 那么它的问题 也是的说 In what way is the United States unrivaled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 好 这就是18题 最后19题 In Europe and Japan Universities are answerable only to a ministry of education which sets academic standards and distributes money 好 那么这边非常明显的 这个大写的这个部分 一个专有名词 They are responsible merely to their ministry education 因为它的问题 问的就是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universities in Europe and Japan 所以说大家听这样子的一个 长预料的过程当中 利用这个所听即所得的原则 你需要聚精会神的去找 言而并用 这个样子的话 这种类型的题目 相信应该是难不倒大家的 好 那么除了我们说的这个 所听即所得的这个原则之外呢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这个我们不把它称为一个原则 我们其实就是我给大家建议的一个非常好的 做这个长预料部分的一个做题解题的一个习惯 就是关键词就是这两个字叫做标记 跟着录音走标记不能少 你自己一定要学会去做标记 因为大家知道 他在说有些选这个 录音材料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他会发现他的这个选项当中 可能很多个选项当中的一些词都被他所提到了 或者说他是一个罗列的信息 或者说他是在举某一些例子的时候 但是呢 你必须要知道 比如说一个时间点 它是跟哪一个事件所契合的 这个时候他待会在问的时候 你才能够保证万无一失 把他们之间进行一个正确的一个配对 那么这一次呢 同样有一道非常典型的题目 看一下20题到22题这道题目 那么这道题目提醒大家听的时候 要做好标记啊 千万不要乱了 好 那么我们来快速地省一下 自己快速地省一下这道题目 然后一起来听一下这道题目的音频 Passage 2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your sea-link ferry from Folkestone to Boulogne and wish you were a pleasant trip with us We are due to leave Folkestone in about 5 minutes and a journey to Boulogne will take approximately 2 hours We are getting good reports of the weather in the Channel and in France so we should have a calm crossing Sun and temperatures of 30 degrees Celsius are reported on the French coast For your convenience on the journey we'd like to point out that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ilities available on board There's a snack bar serving sandwiches and hot and cold refreshments situated in the front of A-Dec There is also a restaurant serving hot meals situated on B-Dec If you need to change money or cash traveler's checks we have a bank on board You can find a bank on C-Dec Between the ship's office and the duty-free shop Toilets are situated on B-Dec at the rear of the ship and on A-Dec next to the snack bar For the children There is a games room on C-Dec next to the duty-free shop Here children can find a variety of electronic games Passengers are reminded that the lounge on B-Dec is for the sole use of passengers traveling with cars And that there is another lounge on C-Dec at the front of the ship for passengers traveling without cars Finally ladies and gentlemen We'd like to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 And hope that you'll travel with us again in the near future Questions 20 to 22 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tha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20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the C-Link ferry? Question 21 Where is the snack bar situated? Question 22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the lounge on B-Dec? 我相信这道题目啊 很多同学听的时候一定是觉得比较懵的 但是呢我们发现啊 他的这个问题Question呢 还是问的比较的简单的 那么这也是一个常语聊部分 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大家在听的时候啊 或者说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千万不要放弃了 说不定他的问题就是 他虽然材料难 但是他问题问的简单 那么大家这也是很多同学为什么 说我没这么听明白 或者说我根本就没有抓到多少的信息 但是我一样能够把答案作对 那么其实这对大家来说是好事啊 我们说不管黑猫白猫 抓到老鼠的都是好猫啊 所以说能够做出正确答案来 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嘛 好那么这边当然啊 我们既然是解析 我来跟大家把这一段这个材料啊 把它给重复一遍 我们来看一下我刚刚说的这个 做好标记啊 我们去怎么样来去做标记 好首先 Welcome aboard your sea-linked ferry from Fulguston to Bologna and wish you a pleasant trip with us We are due to leave Fulguston in about five minutes OK 好 所以说这边我们的眼睛一下子 就扫到了这个D选项 对吧 and the journey to Bologna will take approximately two hours OK 好 没有对应的选项 那么他最终问的就是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the sea-linked ferry 好 关于这个渡轮 他说了什么 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D 这个答案 好 那么我们这边呢 主要是来跟大家看一下 21题 21题这边啊 看上去比较复杂的 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首先说 For your convenience on the journey we'd like to point out that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ilities available on board there is a snack bar serving sandwiches and hot and cold refreshments situated in the front of a deck 好 那我们为什么要对这句话 这么重视呢 因为这个in the front of a deck 它是一模一样的重现吧 对吧 所以说他刚刚说的是 there is a snack bar 那么我们听到这儿的时候 就应该在我们的这个 递选项的旁边来写一下啊 稍稍地写一下这个snack 好 那么有一点印象 他待会儿如果问你 这个snack bar 它的位置的话 你就能够选出来了吧 那么结果果然不出我们所料 其实听完这句话 这道题目答案就出来了 因为他的问题非常的简单 他就是问的 where is the snack bar situated 那么答案就是d 那么至于其他的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怎么说的 there is also a restaurant serving hot meals situated on b deck 好 那么虽然这边出现了 这个b deck 但是他这边说的是 at the rear 在后面啊 所以说这道题目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继续往下听 if you need to change money or cash traveler's checks we have a bank on board you can find a bank on c deck ok 也没有 between the ship's office and the duty free shop toilets are situated on b deck at the rear of the ship 好 他这边说的是啊 situated on b deck at the rear of the ship 那么这个at the rear of 后面的这个主体部分 给搞错了 因此我们同样 不需要做什么标记 好 接下来 next to the snap bar for the children there's a games room on c deck next to the duty free shop 好 因此我们这边啊 又是一个一模一样的重现 是在这儿 next to the duty shop 他这边说的是 for the children there's a games room 对吧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在这边 写一个games 好 他如果待会问你 这个信息的话 你也知道了是b选项 好 那么22题 22题同样非常简单 利用我们的所听及所得的原则 passengers are reminded that a lounge on b deck is for the sole use of passengers traveling with cars ok 你看一下哪个选项 非常简单 a选项一模一样的重现 他最后问的就是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a lounge on b deck 好 这就是 这道题目 大家注意一下 长语料 给大家两个提示 一个就是所听及所得 一个就是做好标记 ok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最后听力部分 来跟大家看一下 这个听写的部分 那么听写部分 同样 我们来回顾一下 之前跟大家总结的 说有五步走 那么分别是哪五步呢 首先第一个 拿到这个听写 利用它的这个direction部分的时间 以及一些空隙的时间呢 可以来预测一下 每一空它的一个磁性 简单的做好 这个预测 有助于你待会儿的一个解题 那么接下来 这个三遍的听音啊 那么当然这个三遍啊 跟大家还是来跟大家强调一下 它是非常flexible的 并不是说你一定是第一遍 就一定只写这个13579 那么有可能有的时候 它这个两空之间啊 它的这个间距啊 间隔它是比较的近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当然可以先填前面一个空 放弃后面一个空 接下来转到这个第三个空 那么如果说这个两空之间 它的间距是比较的长的话 那么当然你可以顺着 它的这个顺序来 好 那么只要保证在 基本上两遍听下来 把每一空都给填好就可以了 那么到我们第三遍的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去听一下 这些细节部分了 那么什么是细节呢 再一次提醒各位 细节就是这个单复数啊 这个大小写啊 ED啊 RNG啊 这些细节问题 好 那么最后呢 还有一个腾写答案 腾写答案的时候 做好这个茶楼补缺 看看有一些非常简单的单词 有没有这个拼写方面 发生了一个非常 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啊 这就是我们说的 听写部分呢 这个五步走 好 那么我们针对这一次的 这个听写题呢 呃 我们主要是 给大家啊 把这几空 稍微重点的这个部分 或者说 大家错的比较多的 这个部分 来跟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一下看一下 这几个空 那么28题 28题呢 大家会发现啊 这几个单词 其实都非常的简单 那么 为什么要拎出来呢 是因为这一空啊 它要填的单词太多了 叫做 go out of their way 一共有五个单词 那么漏掉其中的 任何一个单词 这一空都是错的啊 所以 再一次提醒大家 做这个dictation部分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的 仔细认真 好 那么积累一下 这个短语 go out of their way 它的意思呢 是 尽力 好 再看一下29题 often this means a certain amount of initiative on your part in and talking to people in your classes 那么这道题目呢 就是我所说的 做预测的时候 非常好做的一道题目 为什么 因为这边 出现了一个end 好 每次看到这个end 我都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注意 这个空格前后 它一定是并列的 一个关系 所以说它后面 有一个rng 那么我们前面 要填的这一空 一定也是有一个rng的 这也是大家做 这个预测也好 做最后的这个检查 查诺补缺的工作也好 一定要保持这个形式 一致的问题 好 那么这一空的答案是 seeking out 寻找 seeking out 看一下s eek 然后注意加一个rng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out ok seeking out 好 再看一下30题 the from high school to college 好 那么这一空的答案 我们听到的叫做transition 这个单词一定也要积累好了 表示的是要过度 transition ok transition 过度 好 34 if however there's so much friction at home that it's your academic work 那么这边很显然 我们要找的是一个动词 好 这一个动词叫做 interference with 干涉 干预 inter ok fear f e r e 好 那么注意前面是at 所以这边如果你忘加了s的话 自己也要能够判断出来 一定是有一个s的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戒词 with interference with 好 35 sometimes this is a happy solution when family make everyone miserable 好 这边是要找一个名词 那么这个名词应该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tension 注意它的拼写 t e n s i o n 那么注意提醒各位的是有一个s 那么这个s如果你忘加的话 注意看一下后面这个动词的形式 make 所以前面一定是一个复述的形式 tensions ok 这就是这个听写部分我要跟大家强调的这几个空 那么也是这一套真题的听力部分 要和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